我把我衣服衣服 好 热心大人到 来 冯迪老师 好 孝昆站中间 好 冯迪老师 冯迪老师和陈老师 两个人站在旁边 来 陈老师 今天您到现场是通手而来的 准备的礼物 准备的礼物 这是什么礼物呢 请各位拿上台来 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 首先 我跟昆虫 还有上面的王大哥 王大姐 还有 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 问个好 今天肖昆站在这个舞台上 做他的传记 北京的首唱 我相信大家等了很久 我们也努力了很久 那我今天带来这个礼物呢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 一本摇滚的纪念册 就是大家知道的 肖昆是来自摇滚乐 一直也很坚持摇滚乐 那这张专辑 其实也做得蛮忠误 流行摇滚乐的精神 那我希望你这个 这本册子呢 还会去好好的研读 然后继续加强你的乐理 继续创作出 很有你的个人特色风格的 一首一首的好歌 像刚才雅东老师讲的 很有实力 唱得好 创作得也好 那最后呢 我也要谢谢肖昆 就是其实 我来内地 今年是第五年了 那今年 从一月开始 我也接手了上腾公司的业务 那其实肖昆的这张专辑 完成了我个人的一个梦想 就是我做了一张 应该是非常有质感 非常有个性 非常有理念 但是也不适于流行的专辑 我要谢谢肖昆 谢谢肖昆 谢谢肖昆 最后我要 也表达一下 就是所有 这一年来 比赛里面 还有在专辑的这个 制作过程里面 所有肖昆 对我的 这些指教 指点 还有 还有刚才 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 拥护我的这所有的事情 我都虚心的接手 谢谢 谢谢肖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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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环球音乐 中国最近香港的董事总经理 洪迪先生 要送给肖昆什么礼物 我想 在 这里面所有人 我跟耀川是最有资格去讲肖昆 刚好一年前五月初的时候 我跟耀川去到青岛 然后呢 我前两天没去 因为通常他们三天 前面两天是他们先看 然后呢 第三天是我跟耀川老师看 然后呢我到的时候第一天早上 我就先问说 到底青岛的人好不好 然后呢 我记得好像当时是耀川跟我说 你注意一下 早上有两个小孩子蛮不错的 然后呢 我忘了你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进来 我是第二个 对 所以呢 当时印象蛮深刻的 然后 当然说在比赛的过程里面 其实 后来反而 有一段时间 其实肖昆是我们 是没有太大印象的 因为 什么一百强啊 几十强 人太多了 老实说真的很难 很有印象 一直到有一次 我觉得 这个事情不管他开不开心 他必须要谢谢陈老师 就是 因为他当时都蛮坚持唱他的创作 那有一次陈老师建议他说 你要不要唱一首别人的歌 当时网上分析差点翻脸 霸场 他说不管了 然后呢 最后是 你知道 台湾人讲话蛮会讲话的 所以 凭他三春不难是这首的 然后呢 说服了 肖昆唱的第一首是王杰的 还是 是 对啦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大家开始 发现就是 哎 肖昆的嗓子真的是很不错的 我想说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心目中 肖昆已经是三甲 哇 哇 所以呢我今天带了一个礼物来 就是 这代表什么意义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 这个是一个望远镜 哇 然后呢 肖昆 比赛结束 然后呢 现在要出新的专辑 老实说 站在这边其实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很开心是 前几天我还跟肖昆在聊 就是说他说他以前在街上 就是一年前他还不想在干什么 突然间一年后他变成了一个 那么大的变化 那我觉得肖昆你要真实 对 一定会真实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 然后呢 好好的说 我 觉得你会成功 谢谢虎昆 来张诗子 让他 以后可以看得更远 在这个音乐圈的视野更广更破 谢谢虎昆 可以看到 以上的日子 谢谢虎昆老师 谢谢虎昆老师 那么接下来呢 来 也请那个三位合影 然后我们摄像机 摄像机记录在这个 重大的时刻 就是肖昆音乐语图 非常具有意义的一刻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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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呢 让我们大家 请两位留步